乔 乔 哪个系的 几点了 在这搂搂包包的 快跑啊 走 此刻此处真是太荒唐 仿佛中间未来的模样 原来是因为有你在我身旁 安全带坏了 踏不动啊 谁叫你呢 颜恩姐叫的 以后你不用学这些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人是你 干吗 好 您去房间里睡吧 我睡沙发 不用 我睡沙发就可以 听话 睡沙发不舒服 老板 您上去睡吧 不用管我 这样的话 我也睡沙发 您这样会不舒服的 我想离你近一点 睡吧 我会是因为我亲自担心的 蓝眼中的启愿 太大了 两个月 因为我飞去 我会跟你说 便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几点了 九点半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睡太好了 闹钟没把我叫醒 是我把你闹钟关了的 再睡一会儿吧 早餐我煮的粥 好了 我叫你 我要上班呐 我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上班 从来没想过睡过这么晚 睡懒觉太幸福了 我要好好赚钱 早点退休 早点过上睡懒觉的生活 现在就想着退休啊 还有几十年呢 知道 所以我会一直努力的 曼玲姐 江小年几点了 我昨天给你的资料呢 我整理好内容发你邮箱了 可能是被吞了吧 帮我去买杯冰拿铁 买咖啡 我现在还没到公司呢 我到了以后再给你买吧 都几点了 你还没来公司 你是不是这份工作做久了 不想做了 不是的 江小年现在在我家处理事情 处理完了会去公司的 好 接着睡吧 我哪儿睡得着啊 我现在是提醒你了 但局部维艰呢 喂 我不是说了吗 江小年现在在睡觉 你完全可以点一个外卖 你是 续哥 你说吧 小妞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老板家 怎么了 没事 唐哲生出来了 她说想做顿饭给你吃 你要去吗 好的 我会去的 那你把具体时间和位置发给我 记得要避开我的上班时间啊 好的 那你先忙吧 好 朋友挺多啊 老板怎么总是生气啊 应该是没有睡好 肝火太旺 那就让我来查一下 吃什么可以降肝火 小妞 你来了 快起来 过来 小妞来了 唐叔叔 好久不见 是啊 小妞都长成大姑娘了 是啊 一晃都十年了 是啊 先过去坐吧 小妞 对 来来来 来 赶紧坐 来 唐叔叔 你也坐 好 好 本来想请你出去吃饭的 结果她非要在家里给你做顿饭 这出去吃 哪有在家里做得赶紧卫生呢 唐叔叔 还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还行 之前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在您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 对 我听小旭跟我说了 还住得习惯吧 对就好 来 小妞 先吃饭 对对对 来来来 吃吃吃吃 来 来 尝尝我做的虾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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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